周一亚洲早盘时期 英镑对美元延续上周五的跌势 低开低走 短线一度跳水近4.85% 达到1.0356美元 这是英镑对美元 自1971年以来的最低记录 上周五英国新政府宣布 50年来最大规模的减税计划 价值450亿英镑 同时另砸下400亿英镑能源补贴 帮助企业和家庭度过寒冬 市场担心减税和扩大政府开支 会加剧英国的通货膨胀 并损害政府的财政状况 有分析师表示 市场期待英国央行 采取一些行动 重振投资者信心 英国央行周一也表示 必要时会毫不犹豫地再次加息 周一英国财政大臣 跨西克沃腾在前往办公室的途中 拒绝对英镑大跌做出评论 不过他在周日曾表示 他的策略是专注于长期增长 而不是短期的市场反应 英国首相特拉斯的一位发言人 周一则回应说 英国政府将继续执行新推出的财政计划 虽然目前市场并不能完全预测 英镑大跌会给英国经济 带来怎样的影响 但是至少在旅游业方面 它起到了一些促进作用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周琪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